兩位先拍照 大家可以嗎? 我們30分開始 好的,我先坐下 我先坐下 我先坐下 Beyson來了 我看到 一會兒會看到他 OK 好 他可能還在聲音 OK 一會兒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歡迎大家出席香港民營的法部會 我是主持謝卿兒 Ingrid 我先介紹今天的幾位講者 在Zoom網上 今天有文化研究及政治學獨立學者黃偉國博士Benson 現場我身邊兩位嘉賓 中大社會科學院學籍港師葉國豪博士 以及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嘉樂博士 今天我們會公布我們香港人計劃 關於大灣區的意見調查 講完數據後會請幾位跟我們做一些評論分析 我們今天的法部會會同樣透過Facebook YouTube和Zoom直播 如果記者想加入Zoom發問可以WhatsApp聯絡我們 電話是66412363 除了我們的直播之外 今天大紀元和看中國也有直播我們的記者會 再提提現場的朋友 如果想看今天的參考資料可以檢查旁邊的QR Code 而在Zoom裏面的記者 如果一會兒QA的時候想開麥克風發問 可以按個舉手按鈕 我就會示意你開麥克風發問 如果你想把問題打出來 寫出來都沒有問題 我都會錄出來再提問 事不宜遲我先講講最新的一些數字 今次的研究就是4月22日至27日進行 用電郵訪問了5671個12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做完調查之後 亦有按照政府統計處的一些數據 以及常規調查的政治狀況評價 和政治取向分佈 去做一個加團調整 先看看第一條 先提一提 今次這個調查其實就是我們第三次做的 對上兩次分別是去年的4月和去年9月進行的 待會我們都會比較這三次的調查結果 看看這三次的數據有沒有什麼不同 先看第一條 第一條就是問受訪者 你有多願意或者不願意 在香港和澳門以外的大灣區定居呢 我們先看看民主派支持者的答案 有大約87%的人 即是接近九成人都是表示不願意的 這個就比上一次是升了一個百分點 其中回應好不願意的人有74%人 另外也有3%的人是答很願意或者幾願意 比上一次是跌了三個百分點 另外也有接近一成人 有9%的人是答一半半 接著我們看中間非民主派支持者的答案 有3%的人是答不願意的 當中有27%接近三成人是回應好不願意的 另外也有3%的人是表示願意的 當中有13%的人是表示很願意的 這個數字比上一次也跌了七個百分點 另外也有超過兩成半人 即是26%的人是答一半半的 最右邊就是看合計數字 合計來說有超過一半人 有51%的人是表示不願意的 當中有43%的人是回應好不願意的 另外在選擇願意的方面 有26%的人是表示願意的 比上一次是跌了三個百分點 這裏就是比較最近這三次的調查 就著這條問題 頭三行就是先看看民主派支持者的答案 可以看到綠色的部分是答很願意 或者挺願意 綠色的部分這次來說 其實比上兩次都是比較少的 即是回應願意去大安區定居的人 其實是下降了的 這次只剩下3%左右 然後看看中間的三行 就是非民主派支持者的答案 綠色的部分同樣是說願意去定居的人 今次的數字比上次是下跌了 但如果比上年4月的數字 今次比上年是多的 比上年上升了 再看看合計數字 我們看看紅色的部分 就是表示多不願意或者好不願意 這個回應不願意的比率 其實如果用這三次來計算 整體上每一次都有下降了少許 第二條問題就是問受訪者 你有多願意或者不願意 在香港和澳門以外的大灣區工作 剛才是問定居 這條是問工作的 同樣都是先看看民主派支持者的答案 左邊那一行 就看到有八成人都說不願意 比上一次比較是升了5個百分點 當中有接近七成人 有百分之69的人是答很不願意 另外也有大約一成人左右是答一半半 有百分之4的人是答願意的 然後再看中間 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部分 有百分之36的人是表示不願意 比上一次是升了6個百分點 另外有兩成人左右是答一半半 兩成半人是答願意的 比上一次是下跌了13個百分點 再看看最右邊的合計數字的部分 有一半人是表示不願意去大灣區工作 比上一次都是升了5個百分點 另外有一成七的人是表示一半半 接近兩成 有百分之18的人是表示願意的 比上一次都是下跌了9個百分點 最後再看看跟上兩次的調查去比較 先看看頭三行就是民主派支持者的比較 都是同樣地跟上一條一樣 綠色的部分就是表示願意去工作的比例 其實比之前都是下跌了的 另外可以看看黃色的部分 黃色的部分是答一半半的人 今次明顯是上升了7個百分點 另外紅色的部分就是表示不願意去大灣區工作的人 中間的三行就可以看看非民主派支持者的答案 看到綠色的部分就是願意去大灣區工作的部分 其實如果比上一次和上兩次 其實今次都有一個明顯下跌了的趨勢 再看看最後的三行就是合計數字的部分 都是看看綠色的部分 都是說願意去大灣區工作的比例 比上兩次今次都是明顯下跌了的 今次的調查結果就說到這裏 我先請Benson說說你怎樣看今次最新的這些數字呢 你說benson 你還在開麥克強 Benson 你還未來咪 flag 太厲害了 你說參得公 quota 6 east 其實和上兩次出來的紅色都一樣 意思 基本上是民主派支持者本身 無論是工作或是體驗 對於某方的比如說她們也比較糟糕了 如果是非民主黨支持者 其實他們的一些大挖高工作和民進去 基本上你會見到都是一個 相對當年其實是民主黨支持者 是接受食育的高 但你會見到今次的數字 與民進歸的參與都很明顯是怎樣的 譬如剛才有報告相關的數據 但你會見到如果是定居的話 可能接受的可能接受的比例又多 但如果是公立局的話 你會見到這個比例又多 如果你說將三次數字並行 比較多特別都會見到的 這個非民主黨在對白亂的共同 其實見到數字比較多 譬如說我講到第二條那裡 即是非民主黨支持者 愈願意到達到的工作 我想對今次的數字 是幾十分次同在圍眾 那當然 那當然他去理解公立整個部份 那個結束 譬如這個香港 香港是法庭去接收的 信息的程度 去接收VSB 與職人態的入場的訊息 對呀 又或者甚至 譬如說因為現在 譬如說中國 在年度一齊 遇到法庭的那個 法庭的經驗 但是 都會見到 在年度成事 那 就很常 傳染那個 即是 那個 即是 即是 那當然 即是 那當然 雖然 那時候 對今次香港的 遇到路面之前 他們好像很嚴重 那個 這個情勢很嚴重 但是那個 疫情的中 就是一個 很嚴重的 去做 或者 甚至 即是 他們都喜歡 那個 的定項數 應該對那個 選擇的 那個 那當然 即是 如果你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我自己 譬如說 我問一個人 那三個選擇的一個 檢查 包括 英文明智 包括 或者 遲些 檢查 下個題 其實很多 我希望 這三個 檢查 都會去 定期 去看回 香港 整個 社會檢查 當中 很重要 一個合處的話 那次 我想 法灣區 另外的檢查 再比較 這個 即是香港 檢查 一些 檢查 都可以說 是一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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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前途 政策 那 或者 在這個部分 的 那 那 或者 我都看看 另外兩位 會不會都有些分析和平民先 先請教一下 Jackson先 見到這次最新的數字 你們又有些什麼看法呢 多謝 主持人 多謝各位記者朋友 OK 其實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調查 我們都知道從去年的四月九月到現在 最新一次的四月的調查 幫我們了解很多 南地香港之間的一些 不同的關係 我自己看到這個報告的結果 我長時間都幾關注這個相關的議題 對有些朋友來說 變居和工作是一樣的意思 有些朋友 譬如說 他頭畢業之後 他擁住 香港有些時候創業 或者做自己生意 是不容易的 有些朋友 的確是 他覺得南地提供了一個豐富的機會 所以 對他來說 變居和工作的分別是不大的 因為他本身就住在那裡 那麼 有些 索訪者 他肯定是退休的來時 或者比較長者 他不是香港 他就做事 他就擁住回南地點居 那麼對他來說 他不可以很順利的通關 他不可以回到南地點居 或者南地主要 特別對一些長者的朋友來說 那麼醫療 這些就很重要的了 住房 等地買房 買樓 交通這些就很重要的了 那麼如果對一些朋友 他本身在公司 或者他自己的career中心 其實是香港的話 其實回到南地做事 工作來說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交通的了 所以如果 現在疫情 特別是 北京 上海 或者前一段時間 深圳 廣州 都有 斷雨霸中的確診 但是南地的疫情 都還是很高峰期的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對於受訪者的朋友來說 不管他是一個退休人士 他是一個 不育的同學 或者其實是一個中年 本身是香港有career的朋友來說 其實在疫情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也可以很理解得到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受訪者 看到回南地 定居也好 工作也好 其實他的議員 很明顯 你不分是建制派的朋友 或者是民主派的朋友 總體的主觀的議員 你可以看到 都是下降少少 所以我覺得疫情 和相關的交通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自己也都觀察得到 其實你說 今屆的政府 你對於內地之間 中港或者內地香港之間的 經濟的整合 其實他做了很多事情 很想推廣 特別對香港年輕的朋友來說 鼓勵他們上面 提供很多方便 或者甚至是保障他最低的輪功天 很難想像得到 但是我們都明白 看到數字 原意 真是原意分成面發展的 年輕的香港的朋友 其實 so far 我們的理解都是比較有限的 我們自己在大陸教書 我們接觸到不同的朋友 有本地的 有內地的同學 其實他們怎麼看這件事 都覺得是很多原理的反應 有些朋友的確覺得 其實上面提供了不少的機會 特別是深圳 創新科技這方面 但是有些朋友 我都會誇張 譬如說以前沒有疫情的時候 你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十 回去上面做事 星期六星期日 你回到香港 現在不可能這樣做的 所以疫情之下真的會影響到 本地香港人 不理會是年輕的或者朋友 是翻身邊定居 或者是工作的議員 我覺得是很出奇的 那什麼時候才會很明顯的改變呢 我想可能都要等到 特別是內地的疫情受到控制 還有香港自己這方面 都不是主觀說 我們想要和內地通關 因為始終 香港本身以前都還在變化感 那我可以 下一次 我不知肯定是今年九月 做調查的時候 看我們關心這個結果 會怎麼樣 那這個是一個粗暴的一些觀察 謝謝 謝謝 Kenneth你會不會都有一些分析 或者見解 去分享一下 好啊 謝謝前兩位學者的朋友 是做了很多解釋的工作 解說的工作 我想我做了一些補充 一般而言我們去講人口移動 假設是自由的 不是強迫的話 可以推動和推動 就是兩個的一個拉一個推 那有些什麼令到吸引力很大 大到我們要去大安區了 不論是工作或者是定居 定居可能包括退休 是吧 工作看看是否機遇 是否很好 所以有吸引力的一個配套 然後可能也有說的 一個推出 由香港推走的 香港是否差了一個點 大家覺得 唉 流不了下去了 而流不了下去走 是否要走去大安區呢 那如果不是大安區 還有沒有其他選項 是一些叫做 競爭和大安區 競爭的有吸引力的 一些的地方 那所以 如果用回這個 很多講人口流動 人口學 社會學的一些分析框 的話 那我們看到現在的數據 當然是不漂亮的 就是看不到一些什麼特別的吸引力 是吸引到香港人過去 而這件事也未必是跟那個疫情的直接關係 因為做了三輪的研究 最新的一個跌勢 當然我相信一定是跟疫情有關 剛才 也有提過 何時通關 怎樣通關 裡面的情況是怎樣 是否繼續堅守 堅定不移的動態清零的政策 而香港人看到 上海的情況 現在北京的情況 其他情況 準備有個心理準備 你那個做事也好 定居也好 你都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 是要接受那套的方法 那套的管治方法 那套的檢測方法 那套的檢測方法 如果香港人未準備好的 不論是民主派 亦都包括非民主派 都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或者不是是非必要 要去面對接受這些 未能夠完全確定的因素的話 那自然是一種壓力 就令大家覺得 先看清楚一點 就是不要這麼快的 所以 回到來說 既然在這個框架底下 我們理解個人的抉擇 不論定居或者工作也好 去向的問題也好 我們要明白到 無論政府當局 國家層面 在意識形態上 如何去大力敲鑼打鼓 去推動大灣區政策 其實最後都是一個講義 可能會對某一部分的投資人士 某一部分的資金的流向方面 是有吸引力 譬如機場 那你來買起這個珠海 我聽說 其實都不是最近的事 其實珠海投資一段時間 基本局在珠海機場的投資 已經一段時間 現在再大力一點投資 但是你問到一個別的人士 包括我們在座所有朋友 你去不去啊 什麼時候去啊 怎麼去啊 可能有十萬個問題還沒處理得好 不是工作機會很簡單 葉興說得對 現在政府所做的 你問我是藥石亂頭 所謂的收入的補貼 入息的補貼 或者特別針對某一個階層 譬如年輕人 大學畢業生或者中學畢業生 鼓勵他們去闖入大灣區 或者給一些金錢經濟誘因 其實是無以為計的 你只能夠是所謂給一顆糖 大家或者給幾顆糖 大家降低那個進入的成本而已 在個人層面就是這麼多 接下來很多東西 醫食住行、起居、飲食、檢測的問題 這些是政府控制不到的 所以有時候就是我給錢 你吸引了你過去之後 可能不知道誰後悔了 在個人的考慮方面 所以如果政府當局 不論是中央的層面 或者香港特區政府的層面 是想講大灣區 我會建議第一 減少意識形態 那種黑落打鼓的做法 這個作風可能在 某些政策圈子裡面 在官場當中 在官商的聯繫當中 是會有效果 去硬銷給一般的香港市民 我們的考慮很不同 真的很不同 第二個建議就是減低意識形態之餘 就是想一下我們的目標群組是甚麼 有可能因為隨著人口的高齡化 可能一些退休人士或準備退休人士 會覺得大灣區的 或者部分的大灣區的地方 其實大灣區都不便宜 是較為合理一些的 儲了那些稅這麼多的退休金 可能會活得好少少的 在那些位置想一想 怎樣去對準少少去調整一下政策 來推動某一些人與人之間的流動 人口的流動 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又是去回那個很大的盲人觀的論述 然後就是一些藥石亂頭的 我給錢去資助你去勇創大灣區上班 一年半載 但是第三年可能沒有 突然已經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方法 一定是要由所謂的需求道向 長者是一個可能的群組去想 另外一些可能需求道向的呢 就是某些產業的重要的人員 那些產業的重要的人員 可能在香港就是某一個水準的 不供專業的技術的等等 然後發覺在大灣區有這麼大的發展空間 但是收入或者對家人的支援 未夠足以令到他要考慮離開香港 去試大灣區的工作 那些位置上面政府的介入 或者資源政策的介入呢 也許可以幫到少少 那我覺得這樣會好過呢 就是沒有什麼很清楚的方法目標 或者沒有什麼可以量度到的 政策果效的前程底下呢 去到盲目地追求所謂大灣區的整合 這個大灣區的整合 並不是可以講完就算了 一定要具體做到的 如果政府是認真去做的話 就唯一是唯有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政府會不會了解到那個實際的情況 會不會從人口學、社會學的一個角度去出發 去思考這個問題呢 我未敢肯定 但是似乎那個難度和那個阻力會相當大 因為很簡單到最後 大灣區講13個城市 那這13個地方呢 還有很多平台、會議、諸如此類 但是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去照顧香港這邊的需要 來去推動一些符合香港的情況 香港人所需要的政策措施出來呢 我未肯定到、見到 過往這兩至三年 起碼這樣講啦 就是由林鄭月娥政府去推 有韓正副總理下場去談 去到現在李家超快上場了 我還未見到在具體的政策上有什麼新的做法 是會給香港人一個信心呢 這個政府到底除了意識不太口號上面 要融入大灣區去整合之外呢 有什麼新的措施呢 是針對每一個香港市民自己的不同的生命的階段 或者機遇方面呢 是有些叫做 令到的措施政策和資源鼓勵到大家去做這件事 一般而言呢 我想政府都不應該太大上頭 老老實說 一般而言香港人或者什麼人都好 我覺得不單只是香港人 可能是上海人、北京人、南京人都好 首爾街是離開自己的地方的 很正常的 在不同的生命階段當中 可能都是首選就是想回自己的家人 自己熟悉的地方 自己熟悉的政策環境等等 而不是因為有一些政策上面的口號論述 或者大的所謂方向 於是大家就是大約晉息的一窩蜂的投入 去配合那個政策 這個是香港是不會發生的事 謝謝 謝謝Kennett 我另外也想就著那個調查結果 也想問一些關於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方面 一般來說可能大家會認為 非民主派支持者可能會比較歡迎 一些融入大灣區的措施 但見到這次即不論說工作還是定居 其實願意去工作或者定居的非民主派支持者 都是有下跌的比例 我想請教其實覺得 除了剛才提到的疫情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導致非民主派支持者會有這樣的現象 或者先請教Benson 你會怎樣看這個數字 謝謝 我想剛才我聽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們在中學期六個 第一次就是 就是那些非民主派支持者 剛才都看到 他們接收資訊證 可能都是看一些問題 可能是 香港再不得到的 可能是一個 他說可能探索 他就說明信 他就究竟在中國 那裡的份 我都發現 我可以問 那些支持者的民主派 那些民主派的民主派 是實質 那些民主派的指示形態 那時候就 於是入場去報告 或是現在 他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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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想到的 他想到的 那 那 如果有人看 看看 他可能的事 其實有些 他可以用的 那 但一個 其實這次的政策 其實 在中國 特別是剛剛說 他以前 其實都是因為香港人 而 把民主 傳到上去 香港的帳截 也都是一直以往國內或是中國裏面的 可能你建議這兩年來對香港人的觀感 可能再加上在香港人科目上的這個部份的話 也都可能在中國國內面對香港人說 就負面觀感做一個行政 我知道那個也不是他們的主題 或者是他們的延伸的華人科目 想影響到香港人的香港人 我們都開始熟知到先 香港人在這一個華人科目 華人科目將稱為熟識 傳遞去香港的一些行政 當我們到時到時 這些指數者都看不到這一個民主民主者 對這三間的大灣區的工作 這個情緒是有一個比較嚴重的 會考慮說這個病情會發生 這可能是一個很重視的感情 經常是一個資訊的構成 整個社會的確註的確註 可能是出現的那個原因 那第二件事 我都想進一步生化發 跟這個社會合作的地方 對於可能是 這個時候的教室傳輯的話 希望職人參加他 去覆蓄或者調查他自己 但我都自己這次 我記得家人長 或者是自己這次 在這個時候 大家可能有意義 可能在政府聯合的那些委員 都有時尋找一些 一些遺憾的話 或者是一些 一些心中的 或者一些叫實習廢話 去鼓勵香港入香港五千人的地圖 去做的工作或者做的 但實際上第一 在中國那裡本身 其實這些問題都很嚴重 我以為這個我覺得很實際的意思是說 你說在中國機門處處 即是在自我最重要的一個效果 就是在實際上 即是你見到人家的兵制的表現 你之前已經是白費免費 那就是國民政策的國民政策 那你再看這個地方前置 是不是真的在南方或者是在這個黨 就是我們覺得香港有機會拿出國民政策 香港有機會拿出國民政策 於是玩大國民政策 這樣就一定是可以 第二天就是看 香港有機會拿出國民政策的國民政策 那麼就 你都會看到香港就 不斷地進入一支支部的 公式支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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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支部啦 公式支部呢 公式支部支部呢 但是大家知道大陸的收視率很低 很多都在收視率很久 那你會不會 已經這麼想過程都不會有問題 看了什麼事情 或者是屬於一些 可能是那種酒和酒的那方面 所以大陸的大陸 看了一段時間都很小 我怕你會不會在火氣運動上 去拍一些美食節目 類似節目的那方面 他不是生態 即是他進入資料都好 當面對輸出大灣他進口大灣 他進入水中山大灣去做的定居 是否有什麼工作呢 只不過是他對這個遺症大輸出訪告 他就要被人採取打分手的 他就一定有辦法進口 所以回到阿興如所 其實他做完的事就是說 其實你有沒有見到那三次信息呢 其實比較大的多些信息 反而是九月那個狀況 雖然你說今年這個手指 但是我都很預期 如果現在那個疫情所說 大家都會覺得 那是否有一個流氓的 或者這個中國國外疫情 是否有這種狀況呢 那如果我相信我所要的那時候呢 我都可能有幾個數字 特別看大灣區的工作 或者是非同中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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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基礎的發言 我都很同意陳教授說的 其實大灣區這個project 絕對都不是一個很簡單的議論 經濟的議題 其他部份都是一個很大的政治的計劃 也都是希望通過經濟的整合 進一步打倒南地香港兩地的民生 互相理解這些東西 但我都很強調其實大灣區 不是只看過去幾年發生什麼事 其實強調香港和高嘉義 和整個廣東省經濟整合 就是過去二、三年 其實甚至可以打開工廠 和胡錦浦時期就開始推廣這件事 我想解釋一下 主持人們為什麽所謂的 非民主派的受訪者、支持者、朋友 他們在這次的調查裏面都會下降 如果我們不從疫情 當然我個人覺得疫情、交通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有不少一些退休的長者 或者支持者可以上回南地 特別是在南地前一陣子 但是以前可能是好少少 但是現在又發生一些問題 那麽我們其實老實說 在厚索格內邊來說 其實我們對於香港人 從八十年代以來 八十年代以來 不想在野 我們對於這些朋友 在南地發展的情況 掌握到數字 其實真是好少的 真是好少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在上面 通過全國的普策 我們可以掌握得到 但是他年紀是什麽 是做什麽產業 我們傳統都以為是做 製造業 傳統的那種調查 告訴我們 但是 如果你說從2013年 特別是習近平 從事跡以來到現在十年 中國十年的時間來看 到底我們有幾多香港人 他的背景 他是做什麽產業 他是或者我們掌握的東西 是好少的 非常之少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香港人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特別是對一些年輕的朋友 也都是政府的一些打擊團體 鼓勵他們身體 他們有什麽優勢呢 我們傳統 我們知道 我們觀察 回到上海底 香港回到南地做什麽呢 肯定是沒有疫情 我們枯燥疫情的影響 在那裏做什麽呢 肯定是做補習社 教育中心 南地覺得香港英文好些的 有了五年 第二個呢 肯定會做科技產業 特別是前海 深圳那裏 第三肯定是房地產相關的東西 第四呢 零售呢 比如說我們去國土庫 開間餐廳 開間店舖 或者這些都幾多 但是呢 大家看一看 我在講的 補習社 科技產業 房屋 零售 這些東西 如果我看過去半年 其實這幾樣東西 可能 絕大部分 在南地發展都遇到一些問題 你說補教業 補習社 其實它會做減少青少年讀書的辛苦 所以是很打壓這些補教業的 我們知道 南地有間很大間的補習社 叫做清東方這些集團 香港的股票是差碎 差得很慘的 這個是要實際的數字看到 從以前是幾巨到現在 房屋賣房股很慘的 連售也都不理想 今天是4月25日 5月1日的假期 黃金假期 但因為疫情之下 南地的政府都是鼓勵回 趙機 登地的黃金租 你看到整個空中的交通 路路的交通 應該受到疫情的影響 影響非常之大 這個不但影響到 香港人都會體驗回南地 他不可以有些優勢 有些機會 看回過去的半年 是教育、是科技、是房屋、是零售 其實都不理想的 我都同意Benson的觀察 大家千萬不要看 中國社會調查的一些 登記的失業的情況 其實我相信是嚴峻的 他統計的那些數字 我們都需要很仔細的觀察 理解到底現在實際上面的經濟情況 是怎麼樣 如果我們以上的觀察 可以做一些參考 我想都可以部分的解釋 為什麼就算是 建制派的支持者 或者是非民主派的受訪者 他對於分內地 便居也好 工作也好 可能都會有多一些考慮 這個是以前以為的因素 謝謝 這可能是假設的 假設是在於 民主派的支持者算法 大家不要對他有什麼期望 他們可能對大灣區 或者對這些國策 都有保留或者抗拒 所以問題就變成 問得對的 為什麼連非民主派 都在數據上 是有些壓力下調 對於大灣區的憧憬 我想都不外乎 由剛才兩位朋友的解釋 都很足矣 讓我們去思考一下 到最後 雖然理念 價值觀 意識形態 政治政策是很重要 對於可能是 香港裏面的非民主派 或者愛國陣營的朋友來說 OK 他們日以繼日都要說的 要和應 要呼應 要呼應 或者要想 但同時間到最後 正如我開場發言說 下回每一家人 每一個人身上 都有很多成本效益的計算 都有很多生命的 不同階段需要的計算 如果那些計算 是沒有發展 可以回應到的話 自然經過一段時間 大家多熱力去說 多想心去幻想 思考想像 玫瑰圓式的一種豆瓣區的生意 體驗 其實都不像實際的 所以我想 我的重點在哪裏呢 事實上我們看國情 不少經常在政策上 有很多叫政治史 或者政策的史 即是叫Politics Market 或者Policy Market 香港就不太行的 老實說 現在李嘉川選舉都說 以結果為目標 即是很踏實的 他們要告訴人 很實實在在的 即是 逐一途跟你計算的 事實上香港人是這樣想的 也不是壞事 因為如果政策 不是基於數據 剛才怡兵覺得對 有沒有數據呢 有沒有數字呢 見不見到那個需求在哪裏呢 見不見到他們需要些什麼呢 是哪個位置上面的支援 會帶來更加好的效果呢 如果沒有這些數據 他只是口號論述價值觀 以色形態 政治政策 這樣其實是虛火來的 那你虛火上升 其實都不能上升很久 那你連貨一年的 剛才預算案加司令報告 大家撥一下 那大家講完 最後又是 橫花的基本步 橫花的基本步 你對於求學的人 對於初進入職場的人 對於中層的主義人 對於新的產業的人士 有什麼實實在在做的事可以做到呢 如果沒有的 就真的沒有了 我這樣講 不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知道 你是不是沒有留意 沒有做功課 我想告訴大家 新一屆的立法會 早成不久 他們都要想想 成立什麼政策小組 所以其中一個政策小組 就叫特安區 但裏面 其實他們都要承認 不論立法會議員也好 官員也好 其實有少少都是 用他們的說法 叫摸著石頭過河 或者是核子摸著的感覺 不是很實實在做的事 所以如果我們在政策範疇裏面 我們外圍 學者、評論 一般市民、記者朋友 如果在政策範疇裏面 最核心的官員 加議員 特別是今時今日 立法會已經是全補稱一色 是外國近營 外國者治港的話 他們都還在講一些 挺虛弱的說法 方向性的東西 我們都不要怪香港市民 包括非建制派的朋友 亦都包括非民主派的朋友 是有些拿不得實實在在 到底可以怎樣思考這件事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這些位置 到底接下來的五年的 這個李家超 我們相信都應該 沒什麼可能選不了 是嗎? 上任之後 那些什麼實實在在的東西 我們都交給他回答 我們都不可以幫他回答 他的政綱幾十頁 都不是講到聽完之後 那或者接下來 都會有更加多的智慧 或者一些錦囊 或者一些智囊 會是想像力 和生產力大爆發 那我們到時可以坐去 聊他的想法 謝謝 我心想作少曝創 えてカッ 剛才的 剛才剛才提到 一裏維持創建做的 那裏維持創建的法 那裏維持創建的 那裏維持創建的法 大家會認識到 就是說實驗組件的法 但如果你說法治創建 比較嚴重一些台灣比較簡單 有些負責公司就是 以前不精彩的表情狀態 或者最終是在這裏 在這裏有感覷 同樣台灣其實就是 有些需要的問題 其實很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工廠的調查 無論是有國內部的質素 有很多一些觀察 不同的觀察 例如中國或其他人就不想了 或者可能在CADEM 可能除了這個人口 沒有辦法去理解 或者甚至可能會被留成一個不實的 這個特別是非常不實的一個社會的學校 或者這個香港的情況 可能的一個搶貫會有一個原因 那麼可能第一件事就是 當時在新一家集團中發佈的這個 那麼不可能的問題是合適 因為剛才都不在香港 那麼現在香港港斗化之外 會不會有些天準一個身體 生態的入式、直接服式 或者甚至一種港斗化 有一些疫情好像很受到特殊的空間 實際上說是同意宣傳的 這個信息 實際上譬如說 那些新的黨 那90個特殊會的不外國者 甚至是裡面的一些特首 有一個特殊的官員 是真的有一些他們的兒女 我們是在大灣區都很見的 甚至可以說是 尋找香港人在大灣區 成種產業的一個典範 要令你現在要表揚的 很多人可能在大灣區 就是你現在都是最低限 總共會開出一個國大學校 那我不是一個國家一個 就是找一個人在大灣區 或者找一個人在大灣區 就是大家都是一個可以學習 可以拿來一個主席的一個黨域的一個動作 然後是一個可以被共産大灣區 有一個不外國的民國嗎 麻煩你了 我們看看記者有沒有什麼提問 謝謝 今天早上李家超公布的《聖光》 其中都有一些天復講到大灣區 如果講比較實在的 就好像將香港打造成一個文化之刀 希望那些展覽文化活動 即大灣區的展覽文化活動 首選給大家開網 但因為其實講了八十先之後 加上是有一個電影條例 其實那個文化創意那方面可能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也有些藝術家 譬如城市曼萊達圖 都連開了香港 其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將香港打造成一個大灣區的文化創意之後 其實你們自己會有什麼看法的能力? 你們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就覺得 你要講Innovation 講創意 自由社會的氛圍是非常之重要的 當然你不一定說這些藝術家 或者是做一些文化的工作者 一定是反政府的 其實是不一定的 有很多種不同的文化活動 我絕對是相信 譬如說內地有很多資源 它可以建很大的廠館 邀請很多海外的藝術家 來到神海、深圳來表演 我相信是絕對得到的 你可以除了這些大的廠館以外 整個社會的氛圍 是一個自由呼吸的空氣 大家不會感覺有恐懼 可以表現出自己的想法 還有當權者、政府 都可以包容不同種的各種意見 不管這個意見 是針對政府或者政策 或者國家領導人這些東西 沒有這種包容的氣氛 或者沒有這種很舒服 可以在這裏自由呼吸的空間 用港文化的核心或者中心 會有少少保留的 你建一個廠館是做得同的 你覺得當然是很大的地方 建一個大廠館 有很多前邀請你來表演 我相信絕對是沒有問題 但它不可以整個搞家瑜的大灣區 超過一億的林口 是可以做到這種很蓬勃 很自由的發揮 我個人有少少懷疑的 有些證據 大家知道前一陣子 香港西九這些展覽館 可能是否選擇周期換這個畫 或者是怎樣印 香港社會現在是很緊張的 即使這些負責的 都是所謂很專業的 可以告訴你 我都不知道 這些都是專業的判斷 但整個新聞出來之後 其實社會上面是知道 或者社會上面是否真的都相信 這個是專業的判斷 我不是一個大屬研究者 或者是一個研究專家 我沒有辦法做評論 但我可以掌握得到 作為一個社會研究者 我可以掌握得到 香港社會的氣氛都是很敏感的 對於一些可能這些很流行 會改變的一些畫 展覽 對香港人是緊張的 當然在這種氛圍之下 你說短時間你想發展 成為台灣區的文化中心 是可以的 因為比較來地 香港始終都是相對開放的 但是你說成為一個 東亞甚至世界卡的文化中心 我覺得是沒有相對自由的空氣 或者包容的政治氛圍 是很困難的 我想不到有這個困難性 我猜香港的未來這五年的政府 或者是特首 他們的事業在哪裏呢 我可能出生相對比較早 就有幸經歷 見過香港發展成一個國際的都會 一個國際的中心 不論是金融或者文化或者其他產業都是 現在如果由國際去一個灣區的層次 其實本身可能沒有排斥沒有矛盾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太容易做了 對於李家超或者對這個政府來講 他要一些展覽來香港落地而已 或者他要某些活動在香港發生 那一定可以的 是不是? 不可能不發生到的 你故宮博物館都去了西九 就是灣區其他東西經過香港有多難呢 通路瓜就可以了 當然 檢測液就可以了 所以是否這麼重要呢 記者朋友其實背後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紅線和禁區 是吧? 如果我們成為這個中心之後 要尊重很多紅線和禁區 所以剛才彥彥說得很對 要去左閃而右避才能做到的 自然很多參與其中的朋友 可能初初都有一些熱誠 或者一些想法 但試完水溫之後 那裡又熱,那裡又冷 那裡熱,那裡又被人鋼住 那很快這些又是說完就算了 那個活動的活力那個生氣 那種人力其實很快又被人覺得 其實都不外如是 要尊重這麼多的條條框 這麼多的禁區紅線的限制 大家可以想像有時候 我們在國內的朋友 想出去開個學術會議而已 都可以被人叫不出去 不要出去 不讓出去這樣 那他們都沒有辦法的 他們都不會冒那些風險 我們都不想他們冒這些風險 就算來香港開會都不行 因此是這樣 那個緊張度去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說完之後 做不做得到怎樣做 做出來的 是不是我們香港想見到那個 成效或者成果呢 我覺得始終都有太多 越來越不確定的因素 是牽涉在當中 到最後能夠做到的相當有限 可能是一兩次 這些叫做英文所謂的 示範單位的東西 但大家不要聽完之後 覺得這個就是我們期盼的 什麼支柱 將來 大家要很現實去看這些 所謂的遠景 或者這些倡議 到最後都是很多限制底下 都未必做到 而大家最可能都是做完之後 都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事情做到有些事情做不到 等於M加 為什麼那些展品會下架呢 四個字叫專業決定 陳志思主席說的 但既然專業的決定 都可以解到的 專業人士我們都可以解到 但沒有人解的 放四個無關同樣的字 無相關 叫專業決定 等於解了 這就顯示出 決策人士本身有多缺乏 足夠的經驗也好 或者解說的能力 很快就令大家 對整件事缺乏信心 這個是留意 即是說了你做不到 很快大家都知道 不會騙到人 再加上有些展覽 不要這麼說 不用說展覽 但是香港的圖書館裏面 有些藏書都下了假 到現在康民署都不敢告訴大家 到底哪些書不行 為什麼不行 怎樣處理 我問了大半年 我自己個人有興趣問 看報紙偶爾間 會看到有些書 他上網查不到 是其中一本 但到現在連政府都說 我們不想有個書單擺出來 怕鼓勵大家去追捧那些書 你想想整件事有多反制呢 反制到一個位 原來很多人都不能說的 不留說的秘密 一點都不浪漫 這個不留說的秘密的香港版 是吧 不好玩的 你還在說文化 我覺得大家看著眼淚 心中有數 是吧 還有些什麼 在我們很多朋友都覺得 好像文革2.0的氛圍下 還說很多自由 無限制 如何豐富豐盛的一種文化創意中心的話 其實首先前提就是法治 第二就是自由 如果這些香港的賴以發揮到 它所長的一些核心物價值 和基礎的制度的建設 越來越是不確定底下 其實再說 到最後都是 你有你說 我們決定信不信 謝謝 我看到Benson開了麥克風 你是不是又想補充 我覺得熱的 因為剛剛聽到 就是叫做 叫做法後 就是 你現在超過選舉的情況 有幾個部分 有一個更新的 就是 關於白灣 扣完整個腳 這個步驟也很厲害 另一個部分 就是當時 就是他提過 是 《一國兩制音樂》和《一國普通話》 這裏不反隔一個 一代一國 一代一國 香港的港幣 香港的港幣 反正 港澳策略和爭議解決的 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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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 很掛內地 積極支援本地青年 在大灣區 學園和民族 初初 初期 大家都知道 那 其中一個就是 簡單 這個 可以和香港 變成像 全產業點的 會合 同時將 透過 香港 新港 科技 和新港 都不合 不過都會很少 這樣 那 就是 都會給予到情勢 因為我們就是 鎮定一開始 打出 你舉個競選 正當中 有個 香港 和新港 有個 家族時期 那個 香港 很虛 很爽 或者是 廣東 是 市場所 那個 那些 是 香港 那 大家 都知道 其實 大家都記得 有一次 去 去 去 網站 去 網站 去 網站 那 我 整個 香港 是 很多 都 有 香港 但其實 是一個 幾層 就是 台灣 市場 在香港 如果 其實 在 暗 國 其實 對香港 還是一個 灰國 我甚至 其實 很神奇 我認為 香港 是一個 國際 香港 是 香港 沒有 香港 沒有 很興奮 但是 現在 香港 香港 沒有了 基地 真正 那會不會 有一個 你會 趁淡 成 這個 成 而 對於 香港 發生 一種 第一種 是 看不起 或者 一種 可能 可能 這一點 是一些 精神 小環境 可能 是 但是 我們 特別是 中國 關係 或者 甚至 紀念 那個 港幣 或者 他 其實 在香港 或者 他 以前 他 到 香港 是 或者 一個 採訪 對手 這 都是 整個 日本人的 一個 部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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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這次的 檢查 不願意去 法輪區 生活 或者 或者 是 工作 的 一個原因 就是 跟通關有關 其實 看到現在 香港的商界 都沒有關注 這個通關的問題 也 有一些 就說 可以發展一個 所謂有香港白色的清明 或者 先通了國際 有些統計說 現在香港的國際機場 那個 的 航班 少於 飛手的光果 那樣 已經失去了 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都 希望政府去正視這個問題 但其實 無論是 現任特首 林鄭月娥 還有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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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的李家超 其實都是 把那個 重點都放在 說 是一定要跟 中國外地通關 先這樣 而 也都去 沒有去 講到 即是 其實李家超 講到就是說 都是要 就是 跟回 即是 即是 要香港都 即是 封關 清零 即是 封城清零 這樣他沒有講到 但是 其實 即是 現在這樣的 情況之下 其實 即是香港已經 逐步逐步 是 那個確診的數字 即是專家講 可能都 再過一兩個月 都會跌到下去 傷害的數 但是 都專家講到 就是清零 幾乎是 沒有可能的 也都 清了 也都 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可能 你一開關 之後 就會再 再 這樣 其實 會不會有可能 做到一個 即是所謂的 即是信不信服到 大陸那方面 有一個 所謂香港特色的清零 又或者 即是李家超 上台之後 他自己都講到 就是說 首要的任務 就是要做到 跟大陸通關 這樣 其實 各位 會有什麼看法 或者究竟他會 怎樣做到一個 的通關呢 還有 會不會說 真的要實施 全民影響才可以通關呢 謝謝你 謝謝你的問題 那我就不是公共衛生的專家 但是我也從來都不相信 清零或者共產 是完全是科學 科學的一種決定 還有很多政治因素的影響 我們看到 特區政府 有明條 相關的措施 比如說 之前是回香港 隔離14天 現在只需要7天 它有明條的 都要受到一些 三界的壓力 我們都看到 特別是行政會議 我們從報紙上面 知道 要帶一些不同的意見 希望可以加速通關 或者想搞清楚 為什麼 一架飛機上面 有多少確診 就要斷 這個好像沒有什麼科學的 邏差在那裡 所以我們看到 政府其實有明條 有明條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個人就不覺得 香港會有自己 所謂香港 香港風格的 這種清零政策 是不會有的 我不相信會有 我個人我覺得不會有 香港的防疫的政策 必須要跟中央政府的政策 配合它 特別它的目標 是跟來致通關 是多過跟國際通關 這個是大的方向 如果是這樣 來致實際上 香港採取更加 小心 更加 更加注意的 對抗疫情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不覺得 會有所謂香港風格的 通關的政策 香港先做了 但首先就可以跟來致通關 我不覺得會有這件事 還有通不通關 其實都不是香港政府 自己主觀可以做得到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前兩年時間過得很快 疫情已經第三年了 前兩年那個時候 香港政府 擔心跟新加坡政府 搞一個旅遊的bubble 但是說到最後 其實延遲了兩次 最後不了了之 加上新加坡政府其實都採取完全不同的 那種對抗疫情的政策 現在已經無論說什麼 跟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通關 或者旅遊相關的bubble 也沒有了 所以從來都不是完全是科學的 如果完全是科學 就不是說我們打這個bubble 其實是深海復星的 但是在內地的朋友 打不到這支針 所以從來都不是絕對是科學的 所以這個是我簡單的圍影 我不覺得會有那種所謂香港式的 香港特色的那種青年的政策 還有也都必須 也都不是香港政府主觀 或者部分的官員 或者三個部分 表達強烈的意願 就可以改變什麼 必須要看回北京中央政府 是怎樣來評估 內地香港之間的經濟來往 或者是帶來的 因為通關帶來的一些風險 我覺得香港是被動的 不是我們想想中可以可以改變 或者主導什麼的政策 特別是防疫那塊 謝謝Jason 有沒有補充兩位 我另外都想問一下 就是剛才都有提到李家超的政綱 政綱就提到說 都要加速融入大灣區 就是怎樣幫那些青年融入大灣區 但是似乎這些政綱 跟我們的調查 看到民主派支持者的看法 好像其實不是很適合他們的意願 你們預視其實新一屆政府 會不會是 在修補社會的一些分歧 矛盾方面 其實會不會有些什麼的 你對他們有什麼期望呢 或者其實接下來 這一份新的政綱 會不會覺得 其實好像是持續無視著 民主派之前的聲音這樣呢 這個是肯定的 很難想像李家超忽然間走出來 曲弓道歉 然後就是我們搞獨立票查委員會 這麼大數投資 現在怎樣處理一下這個民怨 不會的 他的背景他被選擇 用我用陰點兩個字 去做這個唯一的候選人 五月八號當選做特首 那個訊息很清楚 我想大家都很難去再有其他懸念 他不是以安全 國安穩定做他的大前提 去處理香港的政治 和政治分歧引發出來的社會矛盾 這個一定是他的賣點 他的強項 甚至乎他早班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武官 是有更加好的仕途都不定 這個是我個人觀察 從未來的發展去引證 他說的大灣區青年人等等 我想我們絕對不可以說 你只看那些青年 就等於你不看青年 他都有自己的辯駁方法 那些青年不是青年嗎 那些青年也是青年 為什麼要處理 他和政府和香港市民的關係 政府和年輕人的關係 永遠都要放這麼多方程式在裡面 即發展、機遇、大灣區、一帶一路 很多這些灌進了進去的 我認為是比較生硬的前頭 來包裝政策 難道沒有大灣區一帶一路 就沒有青年政策 不會的 或者如果不是這些國策 牽引著要整合、要融合 那你對青年人就沒有其他論述了 這是很大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能力的問題 不只是論述能力的問題 亦都依照著他反省能力 和將來他到底想怎樣去索造一個 接下來五年的一個 香港政府和市民之間的關係 一些很重要的政策的思考 所以如果仍然是意識形態的導向 所以仍然是意識形態的導向 所以仍然是意識形態的主軸下面 去擺大家下去的話 其實就證明他已經做了這個選擇 選擇就是我會看部分的青年 我會看那些肯同合作的青年 肯接受我引導他去做的一些青年 那就跟我走 我覺得這個是想做一個復元的政府 還是繼續我走我路 我走我素的一個政府 所以我會這樣比較尖銳 我不會否認復元的困難是相當之大 我更加可以告訴你 我們在大學工作 就會見到時下的年輕的朋友 我們的學生 有幾多百般的憤怒 有幾多百般的失望 有幾多百般的粉絲襲俗在裏面 是很容易發現的很容易見到的 而所有如果你想做任何事 都要走政策這個國防的路 實際上是強人所難 是不可能成功得到的 你只不過是想告訴大家 你找機會就來香港 不是去大灣區 而是真的來香港 去那些他們認為 可以追逐自己的夢想 和可以呼吸自由空氣的地方 他們就會選擇那些地方去 那這個對香港來講 以後是否在講 有些朋友的說法 我們找國內的人才回來 去填補香港的人口各個範疇的 一些所需的人口的勞動力 或者一些未來就依靠一個龐大的 中國的人口的基數 來繼續去沖灑著一國兩制的 下面的一些政策和發展 是很唏噓的 有這樣的想法 但也很難排除香港市民 是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越不越覺得我們想說的 那些事情政府是選擇不聽 或者現在說回頭 就是要我們聽他們說 跟他們走 這樣才可能有機會 去想一想還有什麼發展的機會 我相信香港一個多元的社會 也有一個很勤奮的自由 很勤奮有那種張力的社會 有很多事情的 如果將來這些空間越來越少的話 我想政府也有政府說 香港市民就好像我剛才開場辦所說 有自己的選擇和判斷 謝謝 補充一點點 其實我怎麼看呢 如果大家從所謂的領導者 政府官員 從政治溝通 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角度來說 其實他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自己的觀察 他有注意到 又跟年輕人溝通 比如說你看他的選舉工程 他會特意不強調他做過國長的話 不強調他做過這些相關檢察部門 這些事情 另外一方面你看他 其實他都盡量輕鬆些 不打太輕鬆的 他一個比較輕鬆的氣氛 所以我覺得他有注意到 這方面是選舉工程的時候有做 雖然他是沒有競爭對手 我也都同意陳教授講的 其實呢 就算他有注意這方面政治溝通 做完這方面的事情 但是呢 又跟香港的一般的年輕人溝通 的確是困難 所以他必須要選擇 就是比較建制的朋友 建制的團體 相關的團體 這樣他會多些資源給他 怎麼這麼說呢 我們如果分析這個選舉工程 我們看一看他主要後面 幫他抄盤選舉工程的主要的人士 寫政官的人士 我自己初步看 大部分都來自於 早期董建華的團隊 之後的基金會這些 還有呢 還有呢 梁正英政府 之後的一些幫他手足的朋友 我覺得 從黨 從兩個團隊來說呢 其實是 他做出來的政官 那些人 未必 或者其實是董建華 時刻 梁正英時刻 他們和青年朋友的關係 其實都不是太過理想的 那 那 這批人做出來的政官 會對青年 是被多少個 那種資源或者重視 其實是 我的預期是並不高的 甚至我很懷疑 其實我個人都懷疑 或者我們分析不同的選舉 我懷疑其實他的思維 或者他處理特別青年工作 這些東西的思維是落後 於香港離家的情況或者發展的 所以他都沒有意願也都沒有能力 在處理這方面的工作 最少是將來五年 這個不是他的主義 而絕對是 不是的 絕對不是他的政策 裏面的主義 所以這個是比較 我覺得很可惜 在團隊裏面好像沒有什麼 可以懂得到 了解青年齡的想法的朋友 在裏面 Benson Benson 有沒有補充 所以剛才這個案子 我剛才要介紹 特朗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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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本來的 本來的支持人 就是有很多個 多題關於 或者是 可能要發展 可能是 可能是 九十都可以做 有一個 例如說 尊重職 尊重職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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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一個政策 你不提出 通常委託就是 取罪 委託是 你封信 一些人 不說 你在處居 或者加進了我 等等 所以你跟中國 覺得很不好 就來一個 很不一樣的 一個很不一樣的 但我看這件事 就是 現在第三個 就是 民國大華軍 說 這個才能打得到 但第二 然後 在那會 發現 很尊重的 一個 實際的 一個 就是 一個 一個 立加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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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就在 很多香港人 上個月後的 我一直都叫 多個月 講到 其實 一個部門 大家知道 他們都會有 這些部門 有些 剛才 剛才 都講到的 有些人 都會有 一個部門 這些 包括整個大陸 或者是 講到 很多 例如 各國的問題 但是 整個 地上的 工作 或是 這些 問題 有所謂的情緒的情緒 所以我多數都相信 實際上我們當然都沒有知道 大家他永遠在香港 實際香港人 我們在這個 當中的狀態 我們都很相信他們是不知的 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是同情所好 或者是情緒疏 或者甚至是要感染一個 各個家門店 而書寫出來的一些 都可能 這些感染網 現在他們正在上 他們的一些書寫 或者甚至是香港人 正常在大安科目 生活中在秋月 或者是香港人 很難以為 這些情緒都敢把握到 或者是香港人 我們今次的民主黨 所謂的港 是非民主黨 亦是一個 所謂的 所以 在這個公布上來 我們每次有一些 我覺得 即使特朗普大安科目的 這個民主黨 或者是他選擇去到一個 我們現了的香港 那就是香港人 的民主黨 或者很多人選擇去 去移民 開 去移民 這個 事學開 或者是這個 這個 國家 謝謝 BANCY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的法副會 就來到這裡 今天麻煩三位 跟我們做了很多分析和評論 那我先講講 下星期 我們就會有下次記者會 星期二 五月三日下午兩點半舉行 到時就會公布 立法會議員的文望 以及有關台灣和西藏問題的 意見調查結果 我們到時就會邀請時事評論員 劉玉兆先生夫子 和香港五輪共學院 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李敏光博士 做我們的客席評論嘉賓 今天麻煩幾位 Benson 可不可以請你留一留步 我們想和你拍追合照 你對著鏡頭 一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先拍照 我們要站還是要坐 好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補回照 那我們左右 可以拍一邊好像好看 可以拍一邊好像好看 可能會用藝衣服去補貼 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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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看右邊 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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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還有一張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Benson OK了 謝謝 謝謝 拜拜Benson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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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謝謝 好 你看完 沒有什麼東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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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就學了一次 有了 3個月就學了 好 我們講講笑你殺手的問題 哈哈 元文啊 鳴你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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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笑出來殺你的笑 謝謝 謝謝